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和聂怀桑 自然知道小师姑要他们选的是什么 自嘲笑了笑 自己何德何能 能得到两人的无条件支持 若要他们二选一 自己应该是会被放弃的那个吧 蓝忘机抬头一字一句道 我愿退出蓝室 此话一出 不仅是魏无羡 聂怀桑和小星云也被惊呆了 小星云不敢置信地看着蓝忘机 似乎在思考他话里所说的可信程度 蓝忘机 小姑娘所言不无道理 魏无羡难以置信地看着蓝忘机 所以 在蓝家和他之间 他选了自己妈 聂怀桑瞪大眼睛 蓝二公子也太豁得出去了 但自己不行 自己还有大哥蓝西辰 忘机将我置于何处 蓝忘机摇了摇头道 兄长对魏英不好 不选兄长 蓝西辰 你不是我亲爱的弟弟了 蓝忘机傲娇道 魏英才是最重要的 此刻 蓝西辰心碎的声音 魏无羡轻声道 蓝战 不必如此 蓝忘机微微出声安抚道 李英如此 小星云这时候 才开始正视蓝忘机 或许蓝忘机 是真心对待阿英 若是如此 自己也不是不能放蓝家一马 聂怀桑思律过后拱手道 抱歉 小星云听到这话也未多说什么 正常 毕竟 人之常情 温情虽为金氏所杀 蓝氏 聂氏虽为旁观者 但终究是同谋 若非各大世家的逼迫 温情又如何会死 聂氏的命可以留 但得付出代价 小星云 无妨 理解 聂怀桑正住了 所以他已经失去了与卫兄合作的机会了吗 若是如此 聂氏该怎么办 大哥该怎么办 小星云看得出聂怀桑的顾虑 但这个时候的他 不需要向他解释什么 魏无羡看着小星云若有所思的样子 并没有言语 小师姑在想什么 他何尝不知 聂氏本性不坏 可温情地死 聂氏难道并没有参与吗 蓝氏也有 虽有蓝湛 但温情的命 不是随随便便什么都能抵的 小星云看着魏无羡道 阿羡 你先出去 我有话与蓝二公子说 聂怀桑闻言 便想跟着魏兄出去 却被小星云叫住道 聂二公子也留下来吧 魏无羡不禁瞪大双眼 所以 出去的人只有他吗 聂怀桑拱手点头表示留下 魏无羡失落地走出去 蓝旺基看着魏无羡的背影有些失神 他想跟出去 但是叫他留下来的是魏英的小事故 小星云看着蓝旺基恋恋不舍的样子笑了笑道 蓝二公子不必如此 我不过与你说些话 蓝旺基看着眼前的小星云 拱手道 小姑娘 小星云不拐弯抹角 直入主题道 旺基 你刚刚所言可是真心 蓝旺基点头道 旺基所言 句句真心 小星云勾起嘴角道 很好 所以你想说的是 在蓝氏与阿线之间 你选的是阿线 蓝旺基点点头 小星云 不得不说 你做出的决定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 我想知道的是 你这样 蓝氏知道吗 你兄长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 你叔父知道吗 蓝旺基摇摇头 小星云接着道 你这样的选择 确实很感动 但 人言可畏 你可知 你这样的选择 在其他人看来 是怎么样的呢 顿了一下 接着道 现在在其他人看来 阿线是身怀邪道的人 他可以操控鬼物 控制他人 以及滥杀无辜 在这个时候 堂堂姑苏蓝氏的二公子 愿意退出姑苏蓝氏 待在他身边 和他一同建立门派 你知道 外面的人会怎么说吗 他们会说 魏无羡真是好手段 让姑苏蓝氏蓝二公子 都愿意依附于他 更有甚者会说 蓝氏为了得到 魏无羡的能力 愿意献出自家二公子 蓝旺基眼眶一锁 他不知道会是这样 他以为 小星云看着蓝旺基道 你可以与阿线一起建立宗门 我不抢求你退出蓝氏 若是堂堂姑苏蓝氏二公子 退出蓝氏 我家阿线在外风平 可不知道怎么样了 蓝旺基文言眼前一亮 他可以与魏英 一同建立宗门 急忙道 敢问 旺基英如何做 小星云笑着道 我只震慑了蓝 蜜 金 将四家阿线的名声 仍旧摆在那里 我要你们发布公告 为阿线证明 蓝旺基 我会回去让叔父与兄长 为魏英证明 聂怀桑急忙道 聂氏亦然 小星云看着聂怀桑道 聂二公子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无法退出家族 我能理解 但是你也同样暴露了 你的软肋 是你的大哥 聂怀桑捏紧扇子道 小姑娘此言何意 小星云接着道 当然 我也知道 你聂氏世世代代 受刀灵困扰 对吗 聂怀桑扇子越捏越紧道 是 小星云看着聂怀桑 越捏越紧的扇子笑着道 得了 我不说了 小星云回到主位 看着两人道 明日 旺基带着你叔父 兄长 聂二公子带着你兄长 来到乱葬岗 我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想给你们看 聂怀桑急忙道 小姑娘叫我怀桑即可 小星云 好怀桑 旺基能做到吗 蓝旺基 旺基定不负所托 聂怀桑 我定会带兄长前来 小星云点点头 挥了挥手 两人走出 聂怀桑感觉自己 与蓝旺基 现在也算是同盟了 正想上前搭话 却不想蓝旺基 静止向前走 抱住了蹲在地上 玩石子的魏无羡 聂怀桑一副了然的模样 便去找温宁了 他不傻 要离开乱葬岗 除了温宁和魏兄 还有谁能带他下去 魏无羡边玩边嘟囔道 不带我哼 却被一把抱住 感受到熟悉的檀香 魏无羡仰起大大的微笑道 蓝湛 蓝旺基点头不语 魏无羡 蓝湛 你们聊啥呢 那么久 蓝旺基 一些小事 魏无羡感觉到 蓝旺基有心事变道 蓝湛 蓝旺基在思考 如果自己回了蓝室 还能见到魏英吗 魏无羡脑瓜子 转了转想到什么道 蓝湛 你是不是要回蓝室 蓝旺基一愣 魏英怎么会知道 魏无羡笑着道 明日我也会去 刚刚小事姑给我传话了 蓝旺基点点头道 我回蓝室 很快回来 魏无羡 好 蓝旺基离开后 魏无羡独自一人待在原地 他好像有点不习惯了 不习惯蓝旺基不在身边 小星云从里面走了出来 在魏无羡身旁坐下道 阿羡 魏无羡转头道 小事姑 小星云 阿羡 可是不舍旺基 魏无羡 就是突然感觉 蓝湛不在了 有点奇怪的感觉 小星云 阿羡 你可知 仙门百家与你们之间隔着一条人命 魏无羡沉默片刻道 知道 可 此事与蓝湛无关 小星云 是啊 是和旺基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家族没有参与吗 魏无羡沉默了 魏无羡尊 无羡沉默 完成 魏无羡沉默 获得 小星云 无羡沉默